晚上七点准我们来关心是餐饮集团也抢供评价餐厅序场 只是我们看到顾客长先期平均两年当中 这个热潮就会退烧了 但是餐饮董长戴胜义那么似乎没再怕 那么他也再次语出惊人说 年轻人如果没有借到五百万千万就不要创业 此话一出想必会再度引发讨论 香喷喷铁板烧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看准一年一百八十亿商机 餐饮业龙头王品 七月底要退第十四个品牌评价餐厅 只是评价餐厅林立就怕餐饮业的长先期快速缩短 平均只维持两年就可能退烧 像是泰式料理瓦城九月推新品牌 以亚洲系料理为主 洋葱也进入百货持续上新菜 王品是否要抓住消费者的胃 开评价餐厅带董有话要说 其实有一部分在尝鲜 但大部分要吃到安全好吃的东西 那么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人类的真正的需求 戴胜义没再怕 毕竟网品营收传结报 六月营收12.69亿元 创下新高 上半年营收累计70.39亿元 年增20.54% 爸爸的钱 妈妈的退休金 自己的房子的抵押都除外 跟你的朋友没有任何信用贷款的抵押 如果你能够借到500万 那么你大概就是人员或者人脉 或者人家感觉到你是安全的 就是可以创业的 这是第一点 就是你要借到500万 借不到500万千万不要创业 戴董得意分享创业金 一方面也加速餐饮市场布局 在不景气中也要紧抓消费者的心 东森财经新闻刘思雨梁丽 台北采访报道